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台中最大规模的天津路年货大街今天热闹开卖,主办单位垃圾买器,消费满300元及送摩采券,就有机会把重机骑回家,另也准备20万元商圈购一券,大放送,捐赠10张统一发票,能换取百元购一券,所得发票捐赠台湾导盲犬协会。 迈入第16年的天津路年货大街,今年以天津望福街费业,新卢友,3日起至15日封街举办700公尺的封街路段,除了原本天津路两侧的店家外,主办单位还设置200多个摊位,包含年节百货,南北杂货,美食与请聚特卖及秋冬清仓服饰等等。 主办单位今天举行开幕活动,同时还进行与汪同行,拿红包及宠物亲子装比赛,副市长林依盈,市议员陈正行等人到场参加,天气虽然寒冷,人不断涌入采买人潮,最近因为寒流一波波来,民众也趁特价采购大衣等预寒服饰,业绩较平时成长不少。 主办单位说,活动期间,民众在会员店家消费满300元,就可兑换摩彩券一张,奖项包括300cc虫机iPhone X,还要送出总价16800元的购义券,共170个奖项。 为迎接苟年,天津商圈管委会也举办捐发票支持导盲犬,让爱被看见公益活动,准备20万元商圈购一券,民众持一。 2月发票时章3日,上午在梅川纪录舞台,4日下午2时在中青路舞台可换去购一券100元,所得发票全数捐赠台湾导盲犬协会。 林一银表示,天津路服饰商圈市中部服饰百货批发业相当完整的营运据点,有超过300间服饰店家,民众可依不同需求一次购足,邀请大家到台中办年货,感受过年气氛。